滾滾河水夾带黄沙而下 河川水位暴涨一流 洪水直接灌进附近民宅 热大风暴维森特沿着墨西哥西岸一路北上 周末为南部的瓦哈卡州带来强降雨 造成大范围淹水灾情 超过十个人不幸罹难 连狗狗也被突如其来的洪水 吓到直发抖不断哀嚎 走进屋内家具全都泡水 床架整个被水淹没 居民只能不断把床垫往上跌高 降低损失 当地政府派出救难人员挨家挨户 查看还有没有人受困 再用小船撤离民众 热带风暴维森特威力正不断减弱 不过更要严正以待的是墨西哥中部地区 四级飓风威拉以将近五级的威力正步步逼近 威拉的风速高达每小时250公里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 恐怕会带来致命性的风暴潮和强风大雨 预计当地时间周二下午就会登陆 带新闻黄敬廷编译 带新闻